随着比赛结束,天津女排全体队员向观众致谢,人民体育馆的气氛也逐渐变得伤感起来,队员们知道,球迷们也都明白,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,也就意味着天津女排几乎整套主力阵容,韦秋月,殷娜,王茜,陈丽怡,李莹,张晓婷这些名将都将退役了。 而执教天津女排16年的主教练王宝泉也和队员们一样,到了要退休说再见的时候,曾经光荣的集体,在家门口举办的全运会第一比赛日,却是以观众与队友第一次的考虑。 那不在这个结束的一刻,就是对于你来说,意味着什么? 退役,对,可能就是正式退役吧。 最后一个球落地,对我来说就是移动解脱,因为这些年,16年,我感觉我很累,压力也比较大,对对对,所以说呢,我也感谢我球迷们对我支持。